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生命力真的 你多摸他一下 他的生命力就多那么一点 你少摸他一下 他的生命力真的少那么一点 所以作品是不是不一样 可能就在你的专注 你赋予他很多的热情 我想要做的东西 还很多 我还没有完成 而问题是因为 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做的东西不是要多 我做的东西就是 要达到那个 我真的非常满意的那个地步 我真的非常满意的那个地步 这个空间是我的工作室 这个房子是日记时代大概 民国47年的建造的房子 所以它有一点那个 巴洛克斯的那种创覆 这个是我创作的一个空间 我很多的作品都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 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室 才能够在自己工作室里面自己生根 然后呢也可以很随心手意的 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这样子 因为做陶啊 做陶艺的话 你如果没有工作室的话 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创作 我一开始没有玩陶 但是我欣赏陶也收场 只要有好的作品 我都很喜欢 而且我会把它买下来 做陶啊真的是要有生命跟它互通 而不是说你想要完成一个东西 然后就把它当作材料 当作物品 不是 它就是你的生命 你把的生命投入在陶艺上面 它自然会让你感觉更有生命力 更有味道 更有感觉 只要你做 那个作品就是你的 就是第一个作品 所以这个图很好玩 要凭你的审美观跟感觉 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完整 但是有一点特别注意就是 要很专注 这个陶图你要很专注 但你一面做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 你想到的不是我做得怎么好 才会卖钱 它作品一定会不好看 像有些人是直接用这样的东西 直接用工具就是这样子上来 就很快 很快 但是我很少这样子做 我喜欢用手 让它慢慢上来 用手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比较会有那种手感 那个手感就是我们的感觉 输入在桃土上 到出来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有那种感觉 有时候我会做大件东西的时候 因为看不到底 那怎么办呢 就用手感 最后会练到那个手感 会好快 这边比较轻了 用力 这个比较重 就比较厚了 用力打 最后会达到那种境界了 我每次做大件的时候 我都会有那种感受 就不需要再看了 就是用 凭那个手感跟心理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话 它下面一定是会厚一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这样子 再把它往上 它又会往上 反复地做 基本上 以职业来说 它又不这么做 为什么呢 这个太耗时间了 它们要一次到位 但是我不会这样子 一次到位的东西 到后面会怎么样呢 大件东西很会烧脸 然后那个 我们的心力 手感就少了一些 它的生命力 真的 你多摸它一下 它的生命力就多那么一点 你少摸它一下 它的生命力真的少那么一点 所以 作品是不是不一样 可能就在你的专注 你赋予它很多的热情 那种电影在哪里 这个是湖内 一湖一咬 一湖一咬 是一个王 王民花 好一家 好一家 然后 这边就是它的那个 柴烧羊 所以你今天是来收 对 我今天是把我的作品 拿来这边 然后 喷佑 来试佑 来试佑 来唱 好 真正的好的作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内在的修为非常重要 因为你内在的修为如果好的话 你的作品看起来很和谐 你的作品看起来很和谐 我在很多的陶艺界的朋友里面 像王老师他很纤细 但是他的作品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比他会揍 但是我告诉他 那么多人能被揍 但是有味道的不多 其实那个味道就是内在的修为 又要的本身 变化了 同样的又要出来的感觉 跟出来的颜色都会变 出来的花色也会变 现在 台湾有 几个做的又要不错 卖到大陆去一起 成全的表演 清老师最近是想到你利用那个 然后会比较细致 变化会比较静致 很丰富 我都是畫線條的 都很簡單的作用 沒有什麼精華麗的外觀 我就是在於用誘藥的表現 副作為保有生命 如果可以自己畫 要愛這樣的話就很開心 差不多百萬五十萬人的掌控 因為我是把什麼誘藥 什麼比例 什麼樣的幸福 他出來是要有什麼誘藥 不光是八十五十 他不會聽我們的話 他會自己表現你 什麼表現呢 所以就 我們做夢 那些百萬五十萬人 是在由來 變化 讓我都可以掌控 我認為原住民天生的就是很有感性 那是天生的 那是原住民最古怪的東西 那有很多原住民朋友 就在剛才說的那種鬼統區裡 很方便地去使 去模仿原來部落裡面的 或者是說傳統的 或者既有的那些圖像 這裡面呢 他就把天生的那種感性 遺失掉 就是最常看到現在 他很可貴的就是 他一直保留這種感性 走 今天陳老師這樣讚美 我以前都沒聽過 但是我可以想到說 原來是我在做陶藝的作品的時候 我很自然地發現說 這個是不是多加那麼一點 那個是不是少加那麼一點 會更漂亮 我不敢說是一種天生的平衡感 那個平衡感 因為我做到現在 沒有一道困難 也就是我在做作品的時候 感覺很重要 才能做這樣子我想要的東西 我發現老師有智慧的地方是 他不會來到你的面前 看你怎麼做 告訴你怎麼做 他在門口外面 遠遠地看著我 我也遠遠看著他 老師怎麼站在門口 後來他總算講了一句話 我不接近你 也不告訴你 是因為會影響到你的作品 你要自己發揮你的 也有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老師是有智慧的 所有的藝術來講 陶土也好 還是說是畫畫也好 木雕也好 如果你達到了一個境界的時候 是一條線 沒有什麼界線 而且心中有一個主題在 所以會一話不可說是 我做什麼都OK 歷史是一個時間的累積 在這個時候所呈現出來的 說真的 就像我現在手作的作品 我也喜歡說以後呈現出來的 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時候 或許它就能代表這一段 歷史裡面很重要的東西 或許也變成那個時候的 歷史的一個文物 對人生價值的觀念來講 我從小就培養一種 害乎大自然 我從小就培養一種是說 人人平等 哪怕你是高官 哪怕你是一般的人 在我心中都一樣 我現在所認識的所有的漢人 他非常尊重我 我不是因為給他們什麼東西 他們尊重我 我認識我的一些藝術家 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我心裡面沒有詞 所謂的寫習 不是他告訴我文化的寫習 是這個東西給我 我要私幼 你的幼要給我 我要燒 你幫我燒 你在城市的藝術家 你要善用這些工具 這才是重點 台灣的好藝也好 藝術的工作室 就是我們的工作室 甚至於 有一個朋友也跟我講說 那還不夠 世界任何的一個工作室 就是你的工作室 這種觀念 我們不會去就於說 在某一個地方的限制 這間就是我們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想往說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有一個很高的樓層 希望從上面能夠往下看 退休之後 在這裡邊的空間能夠看得很遠 那這裡面大概是我的一個音響室 那早期的話 我這邊是一個休閒室跟做一些創意的東西 我的陶藝的壯作就從這邊開始的 曾經有三年的時間 早上一大早就來 晚上很晚回去 所以這邊是我陶藝的一個起源的一個地方 那平常的話 我會在這邊聽聽音響 寫寫東西 這就是我的空間 那裡面有很多的 以前我留下來 就是收藏的一些民俗佳記 我很高興有這樣的空間 能夠讓老伴 老友 還有一些客人 來這邊一起分享 人家常問我 你的音樂聽了二三十年了 你有一個音響室 你做插舞有影響嗎 有喔 做插舞有影響 你看 因為是聽音樂 就像會飛揚 所以你看我的手把 我的嘴巴 也是一樣飛揚的起來 那也有人說 你那麼喜歡寫詩 有影響嗎 有 很多的地方 在你一剎那間 你的靈感來了之後 你在陶藝上 你就有不一樣的呈現 有時候早上我會做討 也是我的生活習慣 我喜歡做討的時候應該是 因為我要做一些文化的概念 所以當我覺得 就算我有靈感 要等到我的思維的文化成熟之後 我才會動手做討 但是因為我的故鄉是新一鄉 它是一個不農族的地方 然後呢 板栗也是在新一鄉 在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 被日本人發現的 所以當我離開我的故鄉 我的腦海裡面充滿了板栗的珍貴 因為它是象徵了有文字意義的圖騰 所以對我來說 它永遠是現在我創作的一個原動力 其實我的作品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板栗有關 我一開始就是把板栗 當作是我的最好的一個圖騰 在我心目中 它跟那個八部合音 是同等比美的一個護號 我是想把這個板栗 透過我的作品 讓每個主人分享 也希望能夠走出這個台灣 讓全世界也能夠分享到板栗的 它的特殊性 人生要有創造 最享受的是生活的創造 不要像昨天放不夠了 有一種創造 就出來了 那就是這種生活創造 不要像今天 心裡面的言語就這樣出來 那或許也是一種生活創造 我對成就感是 我不會特別興奮某些事情 我只能說我個人是平常性 比方說我做陶藝人家讚美也好 我不會特別的高興 因為我覺得那個本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這樣子 潛在意識裡面可能很高興 但是我不會去感受到說 我可以怎麼樣 比方說那個大陸來這邊 看到我的東西很感動 他講這句話我會很高興 因為你感動我們的文化 我想要做的東西 還很多我還沒有完成 而問題是因為我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做的東西不是要多 我做的東西就是要達到那個 我真的非常滿意的地方 我們人生活下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最後是要幹什麼 就是所謂的往生就走了 不是 賺錢金錢客外面那是構成 最美好的東西就可以讓人家分享 人生的目的就是這樣子吧 行動 我自己會想真的很大 我能不記得 我們一起拍攝 那裡 我今日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父亲是太鲁阁族 母亲则是汉人 大学时他学的是金工 毕业之后他远赴西班牙 巴塞隆纳 学习空间设计 多重文化的熏陶 丰富了宁介文的艺术创作之路 宁介文曾说 创作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 创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玩到 这一件由高雄市立美术馆说典藏的 软雕塑作品《打包》 是丰介文在2012年的时候远赴新克里多尼亚 所展出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它是经由来访的友人 留下来的衣物以及随身的物件 由他编织 打造成的一座独一无二的沙发座 他紧密地连接了临介文 他与友人之间的感情 并且也说明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临介文他擅长以编织 精工技法及从事多媒体的艺术创作 返台以后的他深感于复兴母族文化的一种历史使命感 因此他回到了他的故乡 并且号召社区的妈妈成立工作室 他希望能够重建泰鲁阁族 他们的知品文化及艺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